今天我們跟各位談的就是 地球的組成物質有哪一些 剛剛講過的天文會再說一次 固體地球是岩石跟金屬構成 地殼跟地寒的是岩石 地核的金屬就這個 地殼跟地寒是岩石 地核是金屬 什麼岩石什麼金屬 看一下知道一下 這叫做組成的物質 那麼其中呢 岩石是由礦物組成 有一些人問過這種蠢題目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礦物由岩石組成錯 岩石由礦物組成 然後就要背 未來就出現叫做背 請問你第一位是誰 第二位是誰 第一位叫做常識 第二位叫做死姨 是未來要背的 我講過了 會考 基本上不會考這個 會考 基本上不會考這個 因為叫做純 死背 可是很抱歉 第一句辦法就是這個範圍 你也只有純死背 如果背好 第一位叫常識 第二位叫做死姨 然後種類叫做 細酸鹽類 不是碳酸鹽 不是硫酸鹽 不是磷酸鹽 是細酸鹽類最多 最多的種類叫做細酸鹽類 這個礦物叫常識 第二位叫做死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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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一面內容背起來 岩石由礦物組成 第一位礦物叫常識 第二位礦物叫死姨 最多的空 怎麼會叫做細酸鹽類 OK 那麼這個整個地球裡面 我最了解誰啊 我當然最了解地殼啦 為什麼 挖得到啊 看得到啊 旁邊就直接挖嘛 直接挖 直接採集的 然後你就知道 什麼岩石有多少啊 什麼礦物有多少啊 什麼礦物有多少啊 什麼都能夠了解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對地殼最了解 最清楚挖得到 看得到 摸得到 那麼根據我的倒數挖 倒數的探測的結果 然後我得到一個結論 組成 岩石是由礦物組成 礦物是一些化合物 化合物是由元素構成的 然後所以組成一格的化合物理念元素中 前面的四位叫做氧系鋁鐵 有些語化老師在八年級就教了這件事情 我在八年級沒有教你們嘛 因為我們第一顆會教 有些老師八年級就教了 前四位叫做氧系鋁鐵 後四位不用背 有一些專家他們研究結尾會稍 視訊會稍有不同 你也不要管他 照我看一下 氧系鋁鐵 氧系鋁鐵 OK 那麼剩下就是一些小問題 就是理化老師教導有沒有知道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組成一格的最多的元素 最多的非金屬元素是錫 對嗎 組成一格的最多的非金屬元素是錫 對嗎 不對 為什麼不對 應該是誰 氧啊 氧是非金屬啊 就是這樣子考那種小東西嘛 背完的小東西 氧系鋁鐵 背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告訴你 我們整個地 固體地球的組成的物質 到底是有哪一些 然後呢把它背才就可以了 什麼常識啊 食音啊 細酸眼淚啊 氧系鋁鐵啊 就背它就好了 雖然會考基本上是不會考 可是你還是要背 可是你還是要背